其实像这一大类的机器我都很反感 要价格没价格 要性能没性能 但是点名率非常高 我再一一回复不开箱不开箱不开箱 那为什么又开箱呢 是因为从此刻一直到2月份 都没什么新机器 那就放宽的条件买了一台 这种机器呢 没什么好 没什么好实测的 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买的是最便宜的版本 是i5四核八线程 i7也是四核八线程 不要交智商税 8G256呢 是5899 16G512 居然贵1000块钱 这是电脑 不是手机 怎么会这样子呢 只有可能是我傻 不可能厂家傻 厂家很聪明的 它也许是特定人群的好机器 有什么过人之处 那只有开箱才知道 我马上开箱 开箱前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中正电脑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DIY台式机 方案从1000多块钱 到1万多块钱不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壳子很漂亮 白色的小小的 但是不轻 电脑的同质化非常严重 有一点点溢价也都看得出来 跟手机比一样 你比如像这个手机 我纯粹为了鸿蒙多一个热活用户 而去支持他买了一个 包装里面有点像平板 很轻 这个彻底的就是一个平板的感觉 完全就是一个平板 这个缝隙不知道是散热的还是扬声器 这是背后的摄像头两个 这是散光灯 三个触点应该是接口 这边的一个电源 应该是RGMI口 这是一个C口 这边有一个这里有一个按键 有可能调音量 不知道待会看 给我的感觉 这完全不是一个笔记本 就是一个平板电源适配器 65R一个C口 这样的话 你插一个C口不就完蛋了 还插其他外设吗 还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的键盘 这个里面只有键盘 没有笔 触碰的笔要另外买 键盘的手感还可以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轻薄本 触摸板手感也正常 有非常明显的磁吸可以连在一起 可以像这种形态来出形 背后可以翻折上来做支撑立着 有可能像这种形态 也有可能这种形态出现 我又看那边盒子确实没有比 机身重量710克 键盘重量440克 合在一起1150克 不算极致轻薄 电源适配器190克 C口我插了电源 那就没法插其他东西了 还好我自己有华为的无线鼠标 鼠标不是随机器来的 是我自己的 这个鼠标一点都不好用 太扁 而且侧面没有快捷键 进系统以后连上了无线鼠标 Windows系统 你没有一个好用的鼠标是没法用的 屏的边缘是圆角 会遮挡一点点 这个鼠标是真的太不好用 手是悬空的 你懂我意思 手心是空的 罗基的G502我很喜欢 手是完全贴合的 核显的不知道具体规格 待会看CPU是四核八线程 内存是8G的3733 硬盘是三星256G 无线网卡的是 英特尔支持WiFi6的X201 其实很大的负面感受 来自于这个鼠标和Wi11 我现在串了一个USB Hub 转出来一个A口和C口 C口我给电视配器 A口给移动硬盘 接回来以后显示有充电 这个小机器的CPU TDP是9瓦 PR12是20瓦和30瓦 有20瓦30瓦也不错了 屏叫做EDU很少见 有可能是合汇光电是16比10 分辨率是2560×1600 其实光感还可以 核显的是80EU 那和1135G7和11300H 是一样的规模 显存的位宽是128位 那这个内存是双通道的 非常注意一下 硬盘是PM981A三星 那这个硬盘是可以换的 你可以换更大的 这是CPU Z的跑分 内存很好 55.7G每秒 95.5纳秒的延迟 老板抵达是27万分 总分减去1构分19万分左右 CPU83000分 显卡45000分 其实还可以 CPU在跑分的时候 能达到3.4G 这个频率也还可以了 R15 747分 比同类的CPU低了100多分 这个可以接受 我觉得R15 因为跑分时间很短 还看不出来 R20就非常低了 只有1313分 R23多核只有3299分 这种跑分意味着 不能持久的干活 降频很厉害 单核对于散热 对于供电没有要求 1184分 低也低不了多少 3DMark显卡是1078分 但CPU的跑分非常低 只有2845分 CPU低的过分了 我再来一次 这次跑的高以这次为准 但是CPU跑分还是非常低 这是硬盘的跑分 硬盘容量小 跑分也会相应低一些 Windows的触屏 基本上是作为键盘 和鼠标的辅助的存在 我也下班了 让他自己跑3圈了25 跑完了最大值是755 最小值是488 差值达到了266 第三轮线的原型是4502 后面一直趴在地板上 格式工厂浅视频 纯CPU的模式 刚开始30瓦 3.38G 84度的温度 新的模式在高性能上也插了电 现在很快就降到8%的时候 就降到了20瓦左右 18瓦了 后面基本上跑在11瓦多 12瓦左右 1.89G 64度 557秒完成 同样规格的CPU i5 11300H快77% 不过还有的就因为它是英特尔核显 还可以用GPU加速 现在核显有占用 加速以后69秒完成 快了8倍的速度 只有一个C口非常影响体验 现在它的移动硬盘就要把电源拔掉 i5响应了 就操作上都会很慢很慢 这种机器确实也不适合做重活 用键盘上的Altf都不行 跑完了84.7339秒不是速度快慢的问题 而是操作感受的问题 居然这个软件可以卡的那要死 刚才又动不了了 再用GPU加速再来一次 有一说一 GPU加速以后快了4倍 这个速度就很好了 用简易导出一个4K60帧的视频 2分01秒完成 这个机器的核显是80EU 强于i5 12500的32EU 那快了21% Sensego 106 这个其实蛮低的 和i5的12500那种32EU的差不多 负责任的角度 我今天就不收尾了 我把它当做平板带回家用一用 好了又回来了 这个是我自用的华为的Mate 40 Pro 已经两个连起来了 可以多屏协同 那包括你可以去操作它 我们把它全屏一下 应该是可以全屏的 可以全屏 并且同时我们也可以继续的 继续的看图库 我们看一下 知道了 这是刚才拍的照片 也可以同时显示 正常的操作 也都是和手机的操作是一样的意思 这个是抖音的界面 你可以把它变成像这种的 已经就是一个大号的手机的状态了 这些是我抖音发过的一些视频 我们点开一个随便点开一个 是这样子 人家说过的话等等等等 就这样 这是跨屏打开了手机上的WPS 这个手机上的微信没有登录 没法帮你们演示微信的界面 直接打开手机端的B站视频也没问题 只不过没必要这样的而已 还可以多窗口操作 这边是B站视频 这边是京东 我手机上没有游戏是个问题 要不然可以体验一下 操作上的会有延迟一瞬间的感觉 还能打开手机端的米家 把空调给关了 它背后那个摄像头效果还可以 我拍一些样张放在公众号吧 清晰度也还可以 我刚才已经拍过一些视频了 方大缩小 跟手机的操作一样一样的 前置摄像头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你们看这个运动中拖影也不明显 烤机有可能太虐它 但是也看一看吧 才开始是很短暂的30瓦 现在是19.19瓦 2.54G 82烤机了4分钟 现在66度 12瓦 1.9G左右 双烤CPU的频率继续降到1.0G 这个基本上是没法玩任何游戏了 感受都会很糟糕的 显卡的频率在0.65G 63度 能听到一点刺刺刺的噪音 那应该是有主动散热的风扇的 噪音完全可以忽略 在插线板上34瓦 没什么温度可量的 现在30几度在屏上面40度最高的温度 40度还是有点有点温度了 单烤显卡在0.95G左右 英雄亮蒙2560×1600最高的画质 在地图中间战斗的时候在110帧 这是训练模式 操作感受没问题 没有任何延迟或者卡通感的感觉 现在人多的时候也可以在90几帧到100帧 另外特别注意一下 这是2560×1600 如果把它放低再看一下 分辨率降低以后在120帧左右 拔掉电源以后帧数降了很多 现在只有60几帧了 操作感受还好很跟手 现在固定在61帧了 原神低画质1920×1200 不是2560×1600 现在帧数在36帧35帧左右 操作感受一般般会有一点点不跟手的感觉 CPU的频率只有1.4G左右 操作感受差也是很正常的 画质感受的最低 现在帧数能有50几帧60帧左右了 拔掉电源适配器以后现在能有60帧左右 没有降还不错了 帝国时代画质是最低1920×1200的分辨率 现在帧数呢会有50帧560帧 OK了没问题 我在看出屏是不是可以玩啊 好像好像玩不了 强声器效果已经听过了很好 这块屏看一下B站的手也是这个样子 摄像头和麦克风的效果 我只有把出屏停用了才能测亮度 屏幕亮度 362 365 358 354 343 347 354 366 368 395 你如果没有台式机没有笔记本 你买它作为主力机来用 那你就被坑了 非常不适合 你买它作为平板来用的话 可能使用感受啊 待机啊 包括生态啊 都不如ipad的 或者是安卓 加上键盘是1100多克 这个平板可能也重了一些 如果单独拿下来700多克很轻 但是你可能摔不了几次就完蛋了 这些很大的负面感受都来源于这一个c口 只有一个c口 你好歹给两个三个三个吧 这一个c口也直接导致了我用这么一个 非常让我冒火的鼠标 手感奇差无比 你们不管用任何电脑 一定给自己用一个好鼠标 起步是罗基的G102 我办公室里呢 应该有一个罗基的Mazda3 这个我找的盒子没找到鼠标 其实这个鼠标感受也很差 电脑本身的有点无望之灾 因为它并没有给我带来明显的负面感受 反而像这个键盘啊 非常接近于真实的笔记本的键盘 而且这块OLED屏呢 明显是我已经过手的OLED屏里面 明显观感好的 和手机的多屏协同 华为已经走的非常靠前了 领先所有的竞争对手 我其实还是很难想到它的使用人群 使用场景到底是什么 或者有第三台第四台电脑的 或者是送人送给女性或者是 本身呢四合八线程的i5 1135G7就已经比较差了 它是1130G7那性能差不多坎半吧 那就更差了 这种定位比较另类的机型呢 我可能认知比较差 我只把我认知以内的优缺点给你们讲清楚 认知以外的你们自己拿捏 也许未来玩11的安卓应用会爆发 那它就会有更好的使用场景 使用过程中还有一些缺点 像这个键盘的背面啊 放在桌面上的已经磨花了 这个注定是一个小众人群的机器 有这么多人问我就有点费解 买之前一定搞清楚机器是什么表现 你自己是什么需求能不能契合的上 然后我希望啊弹幕评论区都能够理性讨论产品 而不是相互攻击开箱机折价就5299吧 确实也太容易有使用痕迹了 还送一个这个非常虐人的手感 非常下线的无线主标 会上架的我们的网店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搜中正评测 如果担心找错呢 可以到公众号来扫码 公众号是搜中文的中正电脑 有什么想到我开箱的机器 可以在公众号就新一篇文章后面留言给我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开车的各种DIY主机 B660和H610马上就要来了